同志们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我们看到在2023年的12月份 不管是美国的联总会 还是台湾央行的李坚实会议 都同步停止升息 而且停止升息其实都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随着联总会已经把明年的点证图给释出后 市场已经开始针对美国央行 开始有一些降息的预期 以及利率调降之后所带来的资产价格的上涨效果 不过台湾央行到目前为止 是否在明年有降息的可能性呢 我们都很清楚 过去联总会可是升了500个C点 但是台湾央行其实也仅仅只有升息过三次 升息幅度相对于美国市场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那是否代表台湾央行 明年就一定会保持在利率的高位呢 今天就来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目前联总会所面临的情况 以及台湾央行所面临的处境 我们具体看一下图表 各位就可以理解到 在整个2023年和2024年 整体经济预估值的落差 从联总会的实质经济增长率来看 基本上明年的预估增长值 只有1.4%左右而已 换句话说 它的经济成长是比今年2023年来的差劲的 失业率保持在4.1% 通膨则是适度的下滑 从2.5%到2.4%的PC的通膨 所以我们拉回来做了解 各位可以理解到 整个台湾央行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是否跟美国联总会面临的一样呢 至少从经济层面来看完全不一样 美国联总会是上调今年的经济成长 下调明年的经济预期 台湾央行是下调今年的经济成长 上调明年的经济预期 我们具体来观察 如果是以台湾总GDP来做留意 今年12月份的预估值是1.4% 明年是来到3.12% 也就是说联总会在明年的降息 是有经济下行的压力的 的确它有必要降息 来挽救经济的走劈 可是台湾明年的经济 是一定比今年好的 这个整体增幅是高达接近一倍 看得出来 在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下滑 主要来自于出口的下行 民间投资的下行 那今年之所以还勉强可以保持在正成长 主要靠民间的消费具有显著的支撑 而明年不管是输出 民间投资还是消费层面 都会有持续的拉抬效果 换句话说 台湾的今年 基本上算是经济衰退 今年一二三季度 台湾各个季度的 实质输出的成长率 都是属于负增长 一直到四季度才开始翻证 换句话说 台湾经济是 今年是先蹲后跳 而美国是先跳后蹲 所以两者所面临的经济情况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加上我们都很清楚 即便到明年下半年 整体台湾的通膨率 就有机会来到两个percent以下 可是我们必须先了解 正常我们讲说 升息政策来到尽头 它的一个判断依据 应该是以央行的政策利率 拿来跟通膨率来进行比较 或者说把工资水平 拿来跟通膨率来进行比较 而并不是单纯看通膨的高低 毕竟我们的通膨比较低 但是有代表着台湾人的购买力 比美国强吗 并不是如此吧 所以我们具体观察 台湾现在的通膨 其实早在第四季 就有旧额富然的味道存在 我们具体留意数据 你像是美国 欧元区 英国 等等相关发达经济体 年增率的部分 都在显著的下弯 美国从当时的8个percent 下行到今年上半年到 11月份的平均值4.2% 欧元区从8.4到5.7 英国从9.1到8.1 但台湾的部分 则是在今年下半年 年增率的趋势 又开始有显著的攀升 换句话说 台湾目前的整体通膨压力值 算是蛮显著的 那么除了通膨之外 我们从失业率的部分也看到 台湾的失业率 已经创下20年来的新低 来到3.43% 换句话说 目前台湾的服务通膨 核心通膨 其实也是居高不下的 在2020年 当时台湾平均每个求职者 所分到的工作机会数 是1.29倍 也就是一个人 同时面对的1.3份工作 2021年来到1.66倍 2022年来到2.1倍 今年可能会即将挑战3倍 换句话说 整个台湾能力市场的变化 由于服务业的大炊功 也使得我们看到 整体薪资通膨 有上行的可能性 可是刚才讲到了 就算薪资有上行的可能性 总物价也有上行的可能性 但是衡量到底 是不是要停止升息 它应该看的是市场的购买力 而我们具体观察 台湾的主要经济体的薪资平均年增率 今年上半年其实才1.5% 它是跑输给今年的通膨2.4% 也跑输给央行的重提线率 换句话说 你的薪资基本上不止连定存都跑不赢 你甚至还跑不赢 我们看到的通膨数据 而美国市场的部分 由于现在实体薪资下滑到接近4% 但是美国的通膨只有3% 换句话说 整体而言 台湾目前累子 就联总会的角度来看 央行可能相对于联总会降息的条件 还远远没有达到 也就是说 台湾央行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还有再升息的可能性的机会存在 事实上我们具体留意了 台湾并不是说没有薪资上涨 而是说平均而言服务业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我们以民国111年的平均数 我们看新竹市的部分 年增率是高达13.18% 整体平均数的年收入是高达121万 几乎是台湾平均值73万的两倍 那即便我们看中位数年增率都有来到6.69% 来到82.1万 整体平均薪资是55.2万 也是接近多了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 整体我们所观察到的 台湾的薪资通膨的迹象 它仅仅局限于少数的科技业 服务业并没有得到显著的薪资通膨 然后现在的基准利率和通膨率又比工资通膨来得高 换句话说 台湾央行其实还有更进一步打击通膨的压力存在 加上很多人会说 可是升息可能会伤害市场的信用风险啊 事实上我们从最新看到 现在本国银行所公布的不动产贷款的预放比例 基本上都在挑战心底 不只是购置住宅贷款来到百分之零点零六 建筑贷款也甚至来到零点零三 不只建商没倒 我们看到的平时的这些购房者 他也并没有因为过去一年的升息 有任何显著违约的迹象存在 甚至在整个十一月份 我们看到今年下半年新金安上入之后 不管是月增率还是年增率 六多的买卖移转动数 重新回到上行区间 台南市暴增了百分之九十八 主要来自于前两年的交污潮 但是台北市新北市 都是受到一些新金安政策点火的效果 年增率分别是两成和四成 这足以说明 现在整体六多买卖移转动数的上行 几乎确定了市场的买气 有在逐步回归的味道 更进一步造成央行其实并没有任何降息的理由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最近囤房税2.0通过以后 可能会形成进一步的租金转价 如果囤房税2.0真的税机过高 或者说直接照市价来客取的话 那当然会形成房地产市场的出托 但如今由于税机过低的原因 它可能只会造成房东直接性的转加房租 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租金通膨的部分 今年上半年大概在2.3% 六月七月曾经一度跌破到2%以下 可是今年下半年再度的增温 回到2%以上的一个通膨效果 换句话说台湾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而言 跟美国的联准会预估的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 那它会形成什么样的效果呢 它会形成的效果是联准会在明年 可能有因为经济丑皮 预防性降息的效果感染 也就是说美国的利率可能会适度的滑落 但是呢台湾的利率反而有持续攀升的空间存在 它直接对照的就是美元的走贬对照台币的升值 换句话说整个台币的贬值趋势可能在过去两年已经正式结束 正在迎来新一轮的上行阶段 换句话说如果要换取美元来进行美股 或者美国公债投资的投资朋友 如果没有一个急着要投入的时间点 大可以等到一个适合的换队换汇的时间点 往未来半年一年来进行这个投入可能会比较适当 当然它并不代表着联准会有紧急降息的空间存在 只是说大概率整个现象已经开始有所移转 事实上明年整个美国经济软着肉的机会 仍然存在的原因在于消费是有走平 可是企业的活力还在拉伸当中 我们从美国企业的获利年增率来做观察 会发现早在今年二到三季度就已经回到正成长了 早了台北股市一个季度 明年几乎一整年也是保持在正成长的区间 换句话说由于企业获利的持续扩张 反而有可能导致明年软着肉的区间 使得联准会降息虽降 但仅仅只有降息一个三码四码的预防性降息的区间 所以明年全球的市场 我认为不至于会迎来一个全球性的大转变 但是趋势性的转变是容易出现的 而这个趋势性的转变 也就是台币升值的主升段 有可能会因此而来临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角再相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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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